那今天呢就想跟大家 談談這兩天吵得火熱的 也就是所謂的 賀街夜秀 裡頭王治安 所謂歧視身障人士 這樣的一個問題 我先講我的觀點 我認為他有部分錯誤 什麼錯誤 也就是當他講到說 民進黨利用身障人士 他最不應該的 是因為他去模仿人家的動作 這個就是有點基潮的成分在 這是非常不好 所以我認為就這一點去譴責他 我認為很OK 但是我也必須說 王治安其他的地方的批評 難道有錯 民進黨不是在利用身障人士吹票嗎 如果你們真的這麼欣賞陳俊翰律師 覺得他的故事非常好 而且覺得他這個人 可以為立法院 為國家做出很多貢獻 那你把他排這麼後面什麼意思 排第16名 請問一下是怎樣 王毅川這個基童還在後面 你們真的有想要把他推上去 還是你們只是利用他 來想要博取一些票 歡迎收看有個人來報 我是謝安斌 每個禮拜四晚上九點 我們會和中天同步直播 歡迎大家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小鈴鐺 那這樣才會有更多人看到我們的節目 那也提醒大家 永遠加入我們的會員 那在會員有專屬的一些特殊的影片 那也希望大家能夠跟我們分享 那今天呢就想跟大家談談這兩天吵得火熱的 也就是所謂的賀龍夜夜秀 裡頭王治安 所謂歧視身障人士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我知道這兩天吵得亂七八糟的 那當然民進黨這些人是群起圍攻 然後還去檢舉他在台灣沒有工作證 所以陸委會啊移民署啊現在都已經發言了 說可能會處分他以後不讓王治安入境 那這個套路其實跟誰很像 大家記不記得有一個人叫曹長青 曹長青當年也是上彭文正的節目 每天在那邊講了孔末橫飛 結果當有一天彭文正的節目開始攻擊民進黨 然後突然就有人去檢舉曹長青 說他在台灣無政工作 然後後來彭文正不是就是用所謂的越洋連線 這樣的一個方式讓曹長青繼續發言 那這個套路看起來是非常像 當他講民進黨好話的時候 你怎麼講都無所謂 有沒有工作證根本不重要 那可是呢當他開始批評民進黨 或是講了讓民進黨不高興 那抱歉 那人家就要開始深究你有沒有工作證的問題 那我也覺得很奇怪 有一些人講說外國人憑什麼評論台灣的政治 好如果你把王治安當外國人的話 那OK啊 那石板明夫是不是外國人 那汪浩是不是外國人 溫朗東算不算外國人 那他們每天在評論台灣的政治啊 那你們怎麼都沒感覺 反正就是外國人其實評論台灣政治可以 但是只要是幫著民進黨的就OK 是這樣嗎 那撇開政治上的東西不談 我們來談王治安他的這些作為到底有沒有錯 我先講我的觀點 我認為他有部分錯誤 什麼錯誤 也就是當他 當然他沒有直接講哪一個人 當他講到說民進黨利用 身障人士 當然他用的是殘疾人士 因為中國大陸大概不流行用身障人士這種說法 所以我覺得他本身用殘疾人士不算是歧視 因為那是用於習慣的問題 可是呢 他最不應該的 是因為他去模仿了人家的動作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有點基潮的成分在 這是非常不好的 所以我認為就這一點去譴責他 我認為很OK 那王治安自己也應該知道自己在某一些觀念上 是有不足的地方 那他自己要去加強 那他也有道歉 他說如果有讓陳俊翰覺得不舒服的地方 他願意道歉 那我覺得這樣其實就夠 那至於說他能不能來台灣 我根本覺得不重要 你如果把他列入黑名單不讓他來台灣 那只是證明台灣也是一個 沒有辦法言論自由的地方 不就是這樣子嗎 但是我也必須說 王治安其他的地方的批評難道有錯嗎 民進黨不是在利用 身杖人士吹票嗎 如果你們真的這麼欣賞陳俊翰律師 覺得他的故事非常好 而且覺得他這個人可以為立法院 為國家做出很多貢獻 那你把他排這麼後面什麼意思 排在第16名 請問一下是怎樣 比王毅穿這個機桶還要後面 是怎樣 一個身杖律師還不如一個機桶 你們的意思是這樣嗎 你為什麼不把他排在前面呢 前五名前十名都行啊 保證他一定會上啊 讓他能夠為國家 為民進黨盡一份力啊 結果你們不是啊 你們把他排在第16 從過往的經驗我們都知道 第16名是根本不會上的 不是嗎 更何況這次民進黨的政黨得票 其實超乎民進黨自己的預期 那請問一下 你們真的有在在乎 陳俊翰律師會不會上嗎 你們真的有想要把他推上去嗎 還是你們只是利用他 來想要博取一些票 這種操作非常非常明顯 甚至連你們的無真自己都不會言 陳俊翰就是一個催化劑 不是嗎 他說像王毅川啊陳俊翰這些就是催化劑啊 就是負責催票啊 那所以人家說你們利用身障人士催票 到底有什麼不對 你們為什麼不用范雲來催票 為什麼不用林楚英來催票 為什麼不用洪森翰來催票 為什麼不用沈柏陽來催票 他們一樣可以催票啊 為什麼要用身障人士來催票 所以民進黨的用心是非常明顯啊 我覺得這個是無庸置疑的 四人都知道民進黨在想什麼 而且民進黨是今天才用這一招嗎 不是耶 民進黨用這一招已經至少30年 他們從以前就用到現在 大家如果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 就是赫赫有名的吳淑貞 吳淑貞當年被車撞 出了意外 半身不隨 行動不良 陳水扁以後每到選舉場合 就把他推上台 而且不但推上台喔 還不斷控訴 說是國民黨指使司機來把他撞成殘廢 這是國民黨的惡行 這是國民黨的恐怖 然後賺人熱淚然後催票 我相信像我這個年紀人 當初都印象非常深刻 那結果呢 結果這一招真的有用嗎 阿扁那時候選舉幾乎所向無敵 只有在台北市長連任的時候持筆而已 就是這樣子 那當然吳淑貞本身出了意外 這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情 我覺得不管政治理念相不相同 沒有人應該出這種意外 可是 吳淑貞真的是被國民黨指使司機撞的嗎 他們自己心裡頭很清楚知道不是啊 那個司機 當然他有疏忽有大意的時候 他不小心就撞到吳淑貞 結果因為 陳水扁要政治操作 因為民進黨要政治操作 所以他背了這個污名 背了20年 當時 每一個人都在痛罵他 說他是國民黨派來的筷子手打手 製造車禍 但是後來 大家都知道 原來根本不是這麼回事 那就是很單純的一場意外 只是陳水扁借著這個東西 借著自己妻子遭遇的不幸事件 來幫自己撥民生 來幫自己騙選票 就是這麼一件事啊 這是一個活生生血淋淋的例子 民進黨過去就是這樣幹的 你們難道怕別人講嗎 老實說 我個人認為 這不是道德的問題 這是一種噁心的問題 也就是利用 你不要說是利用陳俊翰這樣子 身體不便 來為整個黨造死 利用自己的妻子 你妻子遭受這樣的災難 應該是心裡頭非常痛心的 怎麼會想到 把他來賺取政治紅利 這種人格 是什麼樣的人格 可是陳水扁就是這種人 所以我當初知道陳水扁利用這種事情 幫自己騙選票之後 我這輩子永遠不會信任這種人 因為這種人是在必要的時候 誰都可以出賣的人 陳水扁現在的作為不就是這個德性嗎 他就是這樣的人 就好像賴清德一樣啊 賴清德這兩天不是露出一段影片嗎 什麼他舅媽 在選前一天過世 然後他都忍痛沒有辦法去祭拜 然後等到選後了就去祭拜 還剛好跪在那邊影像的時候 就有一個大陸來的沈公子 就可以把他拍下來 還真這麼巧 還真奇怪 老實講如果是我 我真的這麼敬愛我的舅媽 這是我的家人 我對他有什麼感激 我需要去跟外人講嗎 根本不需要 那個時候應該是我想 單獨去思考這些事情的時候 單獨去祭祀他老人家的時候 我為什麼會讓一個 根本不相干的外人來拍攝這個影片 你們自己去想想這是什麼心態 在我看來他對他舅媽 恐怕遠沒有那麼尊敬 在我看來他只是想博取一點政治弘利而已 抱歉我就是這麼想 你們可以罵我沒有關係 賴清德也許孝順也許不孝順 但是他心速不正 他就是想借這個機會 為自己賺取更多的弘利 抱歉我就是這麼認為 不然的話根本不可能會出現這種事情 正常的人 如果我的親人過世 不幸過世 我為什麼要找人來拍 拍這個幹嘛 有什麼意義 不是嗎 大家自己仔細去想想就知道 一個陳水扁是這樣 一個賴清德是這樣 那還有呢 多咧 大家記不記得盧修一這個人 可能很多年輕朋友都忘記 盧修一當年是黨外的老前輩 也被國民黨抓去關過 也算是所謂的民主運動鬥士之一 當年選台北縣的時候 蘇貞昌來選 選情不是那麼樂觀 結果呢 在選前之夜 盧修一做了一件什麼事情 盧修一當場下跪 當場下跪 去拜託大家一定要支持蘇貞昌 那結果 很多人都因為這樣被感動落淚 到最後蘇貞昌就贏了這場選舉 當然這不是蘇貞昌要盧修一這樣做 可是盧修一就現場這樣跪下 老實說我從以前到現在 從我跑記者到現在 我最討厭的就是這種 為了選舉下跪的人 有什麼好下跪 這不是男兒西下有沒有黃金的問題 而是台灣的選舉需要出到這種招嗎 用這種死皮賴臉懇求的方式 盧修一當初就是 因為大家都知道他得癌症 可能沒有多少壽命 然後這時候就故意使出這種濫情的招數 這種情緒引導的招數 在我看來這就是一種情緒勒索 然後就騙到了很多選票 這就是民進黨慣用的招數 當年盧修一這一貴號稱叫今天一貴 騙到多少選票 那可是台灣的選舉就是這麼廉價嗎 就是人家稍微糊弄你一下 人家稍微情緒勒索一下 然後你們這些傻瓜就投了 你們都不去思考 投他真正的意義是什麼 只是因為看他可憐 只是因為覺得很不忍心 就這樣嗎 你們的選票就是這樣的東西嗎 你們的選票跟施捨 這些皆明是一樣的嗎 所以這是一種 我覺得非常不可思議 那當然有沒有勤勒沒有得逞 其實也很多 有一個叫陳其邁他爸 陳澤南 陳澤南他當年回到高雄去選舉 你知道這個是我全世界看過最白癡的一個動作 你知道他們夫妻兩個做了什麼事情嗎 他們夫妻兩個用了一個卡車 卡車後面不是一個平台嗎 平板嗎 然後他們夫妻兩個跟勤快夫妻一樣 跪在那個平板上面 沿街跪去跟高雄市民求票 這也是一種情緒勒索 我覺得你搞著幹嘛 莫名其妙 好險那個時候高雄市民好像腦筋還滿清楚 並沒有為這件事情所打動 所以後來陳澤南好像是沒選上 可是欸選舉可以選到這麼離譜欸 弄一台車夫妻兩個跪在後面的板子上面 然後這樣沿街跪給大家看 這像話嗎 台灣人就是被人家這麼看不起嗎 只要我跪一下就有票 你們是這麼廉價的人嗎 你們是這麼單純的人嗎 人家隨便騙騙你就算了 他選錢跟你這樣跪著 選後會怎麼樣做 你心裡頭應該很清楚 這一跪是要付出代價的 不是嗎 所以我個人認為 王志安講的並沒有錯 走這種偏風 走這種偏激的方式 利用身上人士 利用人家的身體上的不方便 利用這些情緒去勒索選民 這是台灣未來應該出現的一個狀況嗎 我真的不認為 當然我必須講 賀龍夜夜秀不是什麼好東西 我講實在話 很多人說他是美式幽默 美式他的頭 他就是一些低俗 低俗的根本也不算是幽默 就是低俗搞笑而已 那抱歉我笑不出來 可能我沒有幽默感我不知道 賀龍夜夜秀 從以前的博恩夜夜秀 到現在的賀龍夜夜秀 我看人都不覺得好笑 我在裡頭看到就是什麼炎上啊 這些東西故意製造這種 互相罵啊 這種東西到底有什麼好看 而且 如果你有真的看過 所謂的美式幽默的話 人家並不是無病身癮 人家並不是為罵而罵 人家並不是為了刺激流量 就在那邊亂扯一通 他們在看起來好像無厘頭 好像謾罵 好像彼此 對抗的這樣的一個過程中 其實是有他寓意在裡頭 是有讓你去反思的東西在裡頭 而不是只是為罵而罵 只是為了流量而去刺激 這是不一樣的東西 那當然 期待賀龍這一票的人 有這種深刻思考 那個是要求太高 那他們也就是這些所謂的 網路的低俗喜劇從業人員 就是這樣子而已 那 人家有人家生活的方向 我們這種不懂藝術的人 也許也不瞭解真的太多 但是我必須講 賀龍夜夜秀被罵 其實我沒什麼應見 因為他們就是靠這樣混流量 混飯吃啊 那我只是覺得很有趣的是 他們捧蔡英文的時候 就不會被罵 捧民進黨的時候就不會被罵 然後捧韓國瑜 捧趙少康 捧王治安就會被罵 這不就是很明顯的一件事情嗎 所以這一次的事件 我希望大家不要像看賀龍夜夜秀一樣 看完之後就忘了 就過去了 就跟著人云亦云 我希望大家真的去思考一下 台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這整個事件給你的反思又是什麼 如果你真的做了反思 這個事件對你才有意義 不然的話 它也不過就是一時的煙火而已 放完就什麼都沒有 太好了 我不願意太好了 天啊 今天你看看